而这样子麦当劳的油炸用油被检验出寒深的情况 而且超过标准上线好几倍 立委今天找来了卫生署官员了 痛批政府是不是处理太慢 要求卫生署要在一周之内查明 而官员表示如果一年内被查到两次的话 将会撤销盈利事业登记证 所有的这个素食店里头连锁店 没有一家完全都是合格的 那么我们政府更应该有这个责任 你随机抽查你多久随机抽查 对不对 你多久随机抽查 你经过了一段时间仍旧有这个数 仍旧有这一张的数据出来 你说罚款就是把一个六万连续处罚 最高到三十万 谁会怕 依据法律没有错的 如果再犯的这样一个情节 也是可以来取消这样的一个盈利事业登记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绝对会依照这样的法律来严格的执行这件事情 几次以后可以取消 事实上它写一年内再犯者 所以一年的时间也可能很快的就被我们击查到